你有沒有發現我們一出國以後台灣網路就爆炸了嗎? 什麼意思? 就是館長的事情,整個一直燒一直燒一直燒 對!然後其實因為我這次是先去那個巴黎島 我第一天都覺得好開心,天啊!因為我長大了就沒有去過 我覺得天啊!巴黎島好舒服! 是喔!你那麼久沒去囉? 我上一次啊!我上一次去幼稚園的時候跟家人 真的還假的? 對!跟家人! 然後你知道我突然說什麼事嗎? 怎麼了? 那個時候我媽就說我就腸胃炎 真的還假的? 他都沒有玩到,因為我到處想要拉屎 所以我... 所以你就是重新relieved that history 對!我過了30年,基本上發生的事情就是一模一樣 哇!你就是到那邊就是要拉屎跟腸胃炎 所以我第二天就吃了一個,我跟大家講 其實很多人說你就是亂吃路邊攤,我沒有!我沒有! 我就是吃萬光區的餐廳 而且我還看外面很多白人在裡面吃 然後我逛完街回來後就像是好玩進去吃 然後我吃了一個屁溫屁溫的 屁溫就是沒有那麼溫,不是熱的 沒有那麼溫的那種奶油蘑菇湯 然後我老公喝了一口以後他就覺得 人家沒有好好喝這麼屁溫 然後我就覺得不好喝,但我就把它喝完了 然後就GG了 一路到健康 你覺得是湯的問題就對了 對!因為這是我們唯一 他只碰一點點,他就再也沒有碰的東西 剩下你們吃的都沒有一樣? 都是一樣 搞不好他就身體比一好 幹! 好不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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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所以你在那邊就是一直生病 對!我就一直生病 然後我幾乎 上吐下線 對!我上吐下線 非常嚴重 我幾乎就只能躺在床上 然後唯一的娛樂就是我老公 扶著我去那個泳池 在洋宵 扶著你去喔! 因為我一直想吐 最嚴重的你知道嗎? 好慘喔! 可是曬太陽的時候我就覺得好舒服 但看起來你知道 好像那種 住在高級安養院的老人 所以你知道我們晚上其實 就也不能出去 所以他每天晚上都在聽館長 每天 所以我每天你知道我就是一邊 然後我聽到我都是 各位明年 其實我也是耶! 我youtube就下載了一堆館長 跟那個 年代向前進 然後陳明官 你現在 你也太好笑了 沒有!因為我在飛機上很久 我這次去波蘭要 飛超久 所以我也在飛機上一直聽 這些東西 然後聽著館長罵人的聲音睡著 為什麼聽館長罵人可以睡覺? 我真的覺得睡不好耶! 很吵可是很好睡 What? 就是 你不要太投入太陽 投入的話你心情就會跟著一起睡 我都很擔心館長血壓耶 我都覺得他不會高血壓嗎 好 其實我們 我跟Ken就一直在討論 因為館長這次他罵真的拿罵非常兇 所以 對於做網路的人來說 就覺得有一點敏感 可是我們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我就會覺得好想要講什麼 你懂嗎? 因為我們通常不太會跳出來 然後評論一個台灣政治 比較少 比較少 國內的事情 然後我就跟Ken說 我好想聊 我好想聊 你願意嗎? 然後Ken就說 我也好想聊 你記得嗎? 對啊! 我就覺得喔 對啊! 因為就覺得說 其實我看館長在做這些事情 雖然他有時候用詞真的蠻激烈 比較激烈 可是我看著他 他想做的事情 其實 我在他身上看到海德堡的影子 我覺得我們就一模一樣 這規格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他真的是受害者 他是中槍的人 然後我們是聽到別人 轉述別的故事 然後我們就已經氣成這樣子 更何況他是當事人本人 沒有沒有 因為你知道那時候海德堡事件 我知道我們很多新的聽眾 反正基本上就是 我們覺得 執政黨有一件事情 在德國大使館那邊 沒做好 所以我們就想要把他講出來 然後把他弄很大 盡量弄很大 其實跟館長比起來 根本就嘲笑 我們想要盡量弄很大 然後讓裡面的利益結構 可以被鬆動 因為過去很多人 提出來有一些性侵的問題 然後一直沒有被處理 好 所以我們怎麼樣 弄得比較大 我們就是想辦法 就說 就是一定是有選舉 不然為什麼到現在沒處理 那也是事實 因為就真的在選舉 對 好其實就這樣 我們唯一有爭議的做法 就這句話 就說要選舉了 其實就這樣 然後被罵到爆 罵到爆 說為什麼要扯他 扯他指下水 之類的 對 然後結果 所以我沒有說 我看了館長就是這樣狂罵 然後黑刀治國 什麼他什麼詞都用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哇我們真的好客氣 我們這是最初人耶 廢到不行 還是以為弄很大 因為我覺得 I don't know 我在看他的時候 我就看到 我感受到他 完全在做什麼 因為他就是 所以他就是要燃燒自己 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很扯而已 那他可能 選擇用極端的 像自殺炸彈客的方式 來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我對他就是尊重 那為什麼會覺得 這麼像海德堡事件 我覺得有個很大原因 一個 我覺得有兩點 因為就檢討 檢討執政黨 我覺得主要是 就是我們身邊 很多其實甚至是我們的朋友 對不對 大家會覺得 管道講的就是不夠精準 他怎麼可以說執政黨都是黑道 其實不是這樣 台灣綠衡三分之一 全部都是黑道 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 大家就是 用很精英的方式 覺得說 我告訴你要解決這個事情 本來社會就是這樣 你應該要怎樣怎樣 而不是在那邊抹 執政黨 我就大家就一堆 你怎麼樣可以做的更好 覺得管長這種很粗糙 很不好 你有被trigger嗎 我怎麼被trigger 人家就最變直一點點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這就是海德堡一堆人在說 你們這樣怎麼能解決事情 那些橋界就是有問題 你們要用私下聊 要用私下橋的 你們這樣子 你們波矢在卸大使之上 就是一堆 你們覺得應該要有完美的做法 可是 其實根本沒有完美的做法 其實就是沒有 事情卡住 或者是沒人看到 或者是被抹掉 其實自媒體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沒什麼資源 對不對 其實根本就是在衝塔 其實很多人都 我覺得大家對我們都有超大誤會 你知道嗎 大家都覺得說你們資源超多 邀誰有誰什麼的 就沒有很常被拒絕 而且我們很常就是邀好以後 這個last minute 我們最近又一堆被拒絕了 對啊 anyway 對 所以我覺得我想跟大家講 就是一定很多人覺得他做的方式不完美 對 但是 我覺得他很努力了 我覺得 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那個 像大家關注到台灣的利益結構 就是有很大的這些問題 然後有很多特權 對啊 然後很多黑幕 這也 這個大家一定都認同吧 對 而且就是真的這種事情 這兩個黨都有 然後 現在講到另外一個 大家比較喜歡一天黨 那時候就會出事 就會不選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你知道就是很多人會斷章取義 關上講話 斷章取義超多的 然後 因為我們也很容易被斷章取義 所以我完全懂 因為他就是做直播長的 而且他每天都有 我們一個禮拜才三次而已 對 他一定超多好被斷章取義 然後一堆人在那邊說什麼 三分之一是黑道黑道黑道 我必須要跟他說 因為我跟他看蠻多他的東西 就是他東西 他東西 他的東西有時候講的確實很偏激 沒錯 但那就是他的風格 而且很多時候都是幹話 而且很多片段都是 超幾年前 他在跟他粉絲講一堆什麼 操你媽媽幹 你媽媽什麼 雞敗來給我 哈哈哈哈 你都記得 我人家都講 我講不出來耶 你媽媽還給我幹 這種話 你要每一句話 都可以拿去 斷章取義 所以 我看到很多人在罵他 甚至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都覺得你們 很多人可能就是 沒有很喜歡他的風格 或是也沒有看過他的東西 然後把幹話拿來斷章取義 我會覺得有一點難過 因為 你可以說我不喜歡他的風格 我覺得他講這個幹話 讓人很不舒服 那可以 可是有些人就是故意 就說 你看他好像就是用數據的方式在抹 台灣都是黑 你懂嗎? It's not true It's not true It's not true 所以我懂 就我只想講這個 其實我們原本 我要很氣憤 幫管當 抱不平 結果 可是因為我們剛剛跟一個 體制 前肖粉紅 然後深入體制裡面的人 錄完音 那一集其實不知道 聲音到底能不能用 對 而且只要開機 我發現他就會變一個人 對 一關機他什麼都可以講 可是就是為了安全啊 我完全理解 我們懂啊 所以我們聽他講完了 就是中國體制內裡的 那個分贓的那個狀況 他說爽 大家那個爽到 悲天那種的狀況的時候 他就說中國沒救了 因為那個利益結構太大 所有裡面的人 就算是出國的反賊 可能都是拿著 國內的利益 國內的資源在外面爽 在外面爽 他們怎麼可能 可能想要這個結構解散 大部分的人是不希望的 好 大部分人是不希望的 連他 我看他現在這麼煩 他也是 他也不想 他有一句話 我覺得超好笑的 就是 我們就是聊到說 錢到底怎麼弄出來 對 我就說錢到底怎麼弄出來 現在 因為我們以外面的人來看 我們很多朋友也說 他們就是錢現在卡住很難弄 對 或手續費超高 對 現在都不好弄 也不像以前那麼容易 他就說 蛤 那是體制外的人的困擾 他說 我們要生招呼就可以了 我都不想講那麼細 你幹嘛害他啊 講完那句可能就不活了 他就覺得好屌喔 對啊 所以他其實讓我們認識了中國的某一個部分 然後 看到他 我覺得他很悲憤 因為我覺得他其實很愛他的國家 對 很喜歡他的 很喜歡中國 不喜歡中國變成這個樣子 對 然後非常聰明 然後聰明成這樣 我覺得他很想要為自己的國家做什麼 可是他知道不可能 所以他很難過 所以我看他那樣講中國的事情 我就覺得 我突然覺得台灣那些什麼側翼 關於藍帶綠的殺小鬼 我覺得 就是大家在我路上可以發生討論不同議題 其實是很可愛的事情 你們要雙館長雙我們都fine It's ok It's so cute 沒有 沒什麼要雙我們 哈哈哈哈 我可以講 很開始雙我們 你又不是這個樣子 你又開始跟你一起吧 我現在 我現在都覺得 現在你是落賽 你落完賽你就開始 完蛋了 因為我現在很peace It's ok 給你們罵好可愛喔 MING PAO TORONTO